歐陽娜娜拉幾大提琴架勢十足 還一度登上NASA頒獎典禮 媽媽富捐從小沾陪 十三歲娜娜就被送到美國專攻音樂 新二代的一舉一動 永遠都是媒體焦點 余天的寶貝兒子余祥全 從國中三年級就到加拿大就學 但才十七歲就被警方發現 持有大麻而進入樂界所 之後喝酒鬧事的爭議事件 不斷發生 人家吵架之後 爸就覺得說你乾脆就不要 在台灣繼續留著 你就到美國去好了 就連藝人唐志忠在節目中侃侃而談 中學時被爸爸唐威送到美國 面對新環境有多不適應 小留學生直升在外的管教問題 幾乎是所有新爸新媽們的頭痛話題 通訊軟體然後去Check 他只要線上馬上就會丟個訊息說 Sky P可以嗎 父母有時候是不得已的苦衷 因為忙碌或者希望孩子 得到更好的成長環境 以至於把孩子送到外地 但不知道他每一天的生活 有一些蛛絲馬跡的變化 如果在周邊的話 孩子分心成熟 大家可以溝通 有些事情 父母就立刻可以知道 根據調查 26%的父母都想將孩子送出國念書 而且64%選擇美國作為留學弟 無不是希望讓孩子出社會後更有競爭力 就如同吳宗憲女兒Sandy 在美國攻讀大學後回台主持節目 就奪下金鐘 受眾人注目的新二代們 要成功除了靠父母光環 還得靠自己努力才有未來 記者王千玲台北報導 VF VF 中文字幕——YK